世界棒球经典赛A组预赛今天点燃战火 中午首场赛事将由红色闪电的古巴队对上荷兰队 而晚上则是由中华队对上巴拿马队 先发投手的部分 巴拿马店名巨头梅西亚对上台湾的胡志为 而为了应援中华队副总统赖清德也在脸书写下 一起做国家队最强大的后盾支持力挺 荷兰队与古巴队球员赛场上加紧暖身练球 众所瞩目的世界棒球经典赛8号正式开打 首场赛事先由红色闪电古巴对上荷兰队打头阵 两大强队对决各自较劲 白天赛事已经吸引众多球迷提早到场做主准备 而在晚间7点中华队的第一场比赛将迎战巴拿马 由巴拿马及大联盟救援王李维拉开球 先发投手部分巴拿马派出巨头梅西亚 中华队则是由投手胡志为扛下先发重任 中华队得在A组的五支球队中取得前两名 才能前进东京霸降赛 副总统赖金德也穿上棒球装发文力挺 一起做国家队最强后盾 台湾首场赛事售票系统内也座位销售一空 呈现满场 经典赛开打中华队能不能挺住压力 拿下首胜备受关注 接下来中华队明台中参照 官方法官 杨队能不能在委屁室 杨队能不能处理